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我是真子春莫斯 今天我们又继续成证早晨 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 十八到三十四节 经文由第八章开始 似乎记载得都比较散乱 主要环绕着 耶稣服侍的一些重要元素 行神迹包括医病讲鬼的记载 就像在日提及的 医治大麻风的病人 伯夫长的仆人 彼得的恶母 到今天提及到耶稣平静风浪 医治被鬼附的人 到之后也继续记载到医治坦子 管会堂的女儿 患血漏的女人 两个核子和被鬼附的牙巴 不过马太在每一个段落之间 都加插了他们特别的心思 其中第八章十八到三十四节 遇述到耶稣为了躲避 那些不断增长的人群而离开加巴龙 他说第十八节吩咐到那边去 似乎刻意将追随者 或分为跟随耶稣的真正门徒 和一般的群众 所以马太在十九至二十二节 介绍了两个例子 提出对伟生门徒的要求 有趣的是 方向书都没有记载到他们的回复 就直入另一事件的描述 其实由第八章开始 马太一直都围绕着同一个问题 就是跟随耶稣 耶稣落了山 有很多人跟着他 第一节 第十九节 有一个文士来对他 讲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从你 二十节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二十三节 耶稣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究竟我们要怎样跟从耶稣呢 在耶稣平静风浪中 二十七节我们见到 他连风和海都听从他 相比于之前的伯父长 耶稣的门徒 他是显得 没有信心 又胆怯 在医治被鬼附的人中 耶稣的能力 更加叫当地的人 不起悦 并且赶走耶稣 原来跟从耶稣 是要传言交托自己 于主 不要担心忧虑明天如鹤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同时也都预处备要赴上 不避免不避其他人去认同的代价 湖里又树梁又冷 天我飞鸟又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我们一起祈祈祷 我们天上父神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时刻 借着你的话语 对我们提醒 在我们身处的世代 我们都会面对 每天 每日不同的挑战 在疫情的示弱下 我们都会惊恐 担心 忧虑 求主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时刻鼓励我们 经历主的同在 满有力量 迎接挑战 所以我们要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